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在人们印象中,格格作为皇亲贵胄,必定养在巍峨深宫里,持穿用度极其讲究,琴其书画样样精通。 然而作为清朝末年的格格,不仅无福销售荣华富贵,还极有可能成为皇权下的傀儡,背负没落皇室的悲惨命运。 在清末明初,就有这样一位格格,他与皇室格格不入,出身王府却厌倦繁文入节,他为了躲避没落皇室的命运,改名换姓做中国最早一批职业女性,哪怕后来他锒铛入狱,他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态度,直到临终前才含泪说出一件皇室丑闻。 他就是满清末代最后的格格金墨玉,原名爱兴觉罗显齐,王朝覆灭下的末代格格。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大清王朝崩溃七年,皇室没落贵族纷纷搬离北京城,走得走散得散。 只有看不清形势的肃清王爱兴觉罗善齐始终妄图复辟清朝,但彼时中国经过八国联军的耻辱踩踏,废除封建帝制已经成为历史趋势, 但是,肃秦王善齐想以一己之力挽回岌岌可危的王朝,堪比痴人说梦。 善齐为了复辟清朝,不惜勾结日本人组织秦王军,将秘密购买的大量军火伪装成农具,协助日本人建立为满洲国。 此时的善齐贪恋清朝旧梦,于中皇权。 1914年元旦,日本新天皇即位,他率领家属冒着刺骨寒风登上旅顺白玉山,敬拜日本清华将士的亡灵。 为了拉近与日本的关系,善齐每逢川岛浪速来访时,不仅要带领全家老小到门口等候,还会亲自拥抱迎接,并让自己最美最年轻的侧妃陪川岛浪速喝酒。 善齐所做的一切,只为了实现一个目的,那就是恢复大清王朝的昔日荣光。 然而,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滚进,社会的更迭永远拒绝后退。 1918年,政治眼光不够敏锐的善齐发现张勋复辟失败。 心灰意冷之下,他只能带领着全家老小逃亡到东北旅顺。 过起了落魄王孙贵族的闲散日子,就在这样暗淡无光的背景下,肃清王善齐的第十七个孩子,爱兴觉罗显齐出生了。 身处皇室却与众不同,爱兴觉罗显齐身份尊贵,母亲是肃清王善齐的第四册附近。 由于她是王府里最小的女儿,大家都让着她。 再加上皇室虽然没落但财力雄厚,所以显齐的童年不仅无忧无虑,还相当叛逆。 在民国改革的环境下,显齐从小接触新文化运动,深受五四爱国精神的影响。 这一切的潜移默化,都让这位出生在皇室却接受新教育的末代格格,逐渐明白民主共和才是大势所趋。 当显齐和其他格格一起看电影时,所有人保持着王公贵族的体面,即使看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作品都紧绷着一张冷脸,只有显齐嘎嘎直笑。 这惹得气他格格下次陪同他看电影时,主动离他几个座位之远,以免有诗皇室尊严。 王府里的臭规矩更多,逢年过节的宴会上,显齐和姐姐们吃饭还要遵守繁文入节。 作为格格不可以自己加菜,一切由奶妈代劳,而且一次只能加一点,吃不饱也不能表露出来,好好一顿饭非要吃得胃同嚼辣。 这让显齐每一次宴会聚餐之前都要让奶妈开小灶,狠狠地吃一顿,再去宴会上装一两个小时的名门闺秀。 由于显齐受过新式教育,对待仆人也没有明显的尊卑界限。 在所有格格心安理得地接受仆人下跪磕头服务时,只有显齐每一次看见仆人要下跪,连忙说,免了,免了,可仆人见到格格哪敢不跪。 即使显齐与整个王府格格不入,但是他孩子王的个性居然让其他格格们反而更喜欢他,还亲切地叫他小不点。 1933年,深感复辟无望的显齐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把38个子女陆续送到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年仅15岁的显齐,他被送往日本留学。 显齐到哪儿都人缘好,在日本,即使全校就他和姐姐是外国女孩,他也能和日本校友们打成一片。 显齐甚至和当时的日本大财阀三菱公司家的女儿混成了好朋友,还合伙偷拔校园里孔雀的羽毛。 虽然被老师抓到后免不了一顿教训。 从这可以看出,显齐豁达又假小子的性格注定他和普通皇师格格不一样,尤其是父亲善齐为了恢复地质和日本人打交道,希望借助日本力量的时候。 显齐虽然和日本校友交好,但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始终觉得日本人心术不正,并且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必须自立自强。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忠实暴露,年仅19岁的显齐果断放弃大学学业,选择投入祖国的怀抱,为求生存,改名唤姓。 然而,回国后的显齐很快发现,家族里的姐姐们都遵循安排结婚了。 在女性没有话语权的时代,即使是格格也免不了两种命运,命运好的受尽宠爱,可以自己挑选一位丈夫做驸马业,换一种形式当家做主。 命运差的格格,那就是政治联姻,往往会嫁给偏远地区的匈奴,最后一生吃尽苦头,郁郁寡欢。 即使是大清覆灭后的民国初期,女性依然逃脱不了被摆布的命运。 何况还是落寞皇室的格格,更是成为民国新贵们满足面子之后,就一脚踢开的工具。 因此,金墨玉的姐姐们过得并不幸福,甚至遭受欺凌和冷落。 险奇也被肃王府家族安排结婚了远嫁到蒙古联姻,然而险奇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发誓要摆脱腐朽王朝带来的命运。 一开始险奇立志要做记者或者歌唱家,谁想他这个念头还没有来得及试试,就被家族长辈们扼杀在萌芽之中。 长辈们被险奇吓坏了,一个皇室出身的格格,最好的归宿是嫁给名门贵族。 一生生归,怎么能抛头露面去工作呢? 但长辈们并不能压制险奇,他心中出门工作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强烈。 于是险奇立即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念头,逃婚。 为了逃婚,险奇改名换姓,把皇室贵女之名改为简简单单的汉族名字金墨玉。 他还伪造假的出生证明,连夜托人购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当一切准备就绪,险奇毅然决然从东北吕顺跑到北京求职。 以金墨玉的名字做起了民国初代第一批职业女性。 当时北京动荡不安,战乱四起,一个未婚的女性想要像男人一样谋生。 简直男上加男,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最终在一家日本公司当起了顾问翻译,这一份工作不用做班,薪水还高。 那是金墨玉人生中最轻松自在的时光。 他已经初步展露出职业女性的美丽,把长发剪短,烫成最时髦的美人卷,眉毛描绘成日历画报上的柳燕。 一身恶努多字的修身旗袍配合一双高跟鞋,这样美丽动人的翻译顾问,像极了大城市的精致白领。 然而这种日子持续不长,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年代。 当他的工作无法维持时,他不得不改造自己,过上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光。 1949年,苏王府的家产要么被不成器的哥哥抽大烟败光了,要么被早有心机的清卷转移到日本去了。 经过几轮瓜分之后,留给金墨玉的除了仅剩的一百块钱,还有九位好吃懒做的苏王府闲散亲戚。 好在金墨玉面对生活从容乐观,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依靠自己的头脑学会了织毛衣。 每天晚上就借着一点昏暗的油灯,整夜整夜的织毛衣。 1952年,金墨玉远在日本的亲属为他送来了一笔钱, 他就借着这笔钱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家洗衣店。 后来,他不断地尝试开过西餐馆和川菜馆。 由于当时的北京有40多万四川人,金墨玉的这家四川菜馆逐渐火爆了起来, 甚至吸引来北京大局院最有名的西班子。 他们演完戏之后,半夜三点钟狂敲餐馆的门求金墨玉出摊。 生活再渐渐变好,金墨玉的餐馆变成了公司合营餐馆, 这也让他攒下来一笔不足的资金。 不久之后,他还有了编制,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员, 甚至遇到了自己的丈夫。 北京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 1954年,金墨玉与马万里洗劫连礼, 两人的婚礼极为低调, 大红洗袍是借来的,就连领结婚证那一天。 由于书写结婚证毛笔字的师傅没来, 还是马万里一屁股坐下来提笔写的毛笔字, 两个人这才拥有了合法的结婚证。 此时金墨玉突然心生感慨, 没想到自己也有嫁人的一天。 当年,王府的格格们都是政治联姻的工具, 而他自己面对家族的逼婚,则抗拒得大喊, 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 曾经那个被皇室束缚的末代格格也靠住自己的双手, 逐渐活出自己的心声。 可就在金墨玉以为生活就此幸福美满时, 灾难再次降临, 一件突如其来的噩耗打破了他刚刚转变成功的人生, 命运始终没有放过他。 锒铛入狱,浮沉人生。 1958年2月份, 金墨玉突然被公安机关的人从家中带走, 开启了他长达15年的牢狱生涯。 如果问他的罪名是什么? 表层原因是他出身皇室, 属于清朝腐朽余孽。 曾经和日本人交连密切有卖国的嫌疑, 但是真正原因除了上层领导,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于这件事他谁也没告诉, 而是选择打碎牙咽进肚子里, 无怨无悔地接受审判。 当他从三年的看守所生涯正式转投进监狱的时候, 他知道未来将会有更漫长的牢狱之灾等待着自己。 可是面对监狱外痴痴等待的丈夫马万里, 他始终于心不忍。 为了让丈夫不再苦等, 也为了让丈夫晚年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立即和丈夫办理离婚手续, 继而在监狱里进行漫长的服刑。 直到1979年, 金墨玉才获得了刑买释放。 这时他又遇到了第二任丈夫, 一位上海交大的教授。 这一年金墨玉终于彻底摆脱没落皇室的阴霾, 过上了普通人平静又简单的生活。 1992年初, 改革开放风气盛行, 金墨玉与丈夫共同卖掉所有家产, 四处奔走游说, 最终在河北建立起了爱心日语班, 一度成为当时国内办学水准最高, 设施最齐全的日语学校。 这一年金墨玉已经72岁高龄, 一生漂泊的他终于靠自己赚到的钱, 有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 现在的金墨玉不再是末代格格, 而是一名学校校长, 他完全摆脱了爱心觉罗家族没落的命运, 活出了属于金墨玉的人生。 晚年的金墨玉, 因为罹患心脏病而卧病在床, 或许有感自己的时光不多了。 他在临终前也终于含泪说出了 一件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秘密使他遭受牢狱之灾原因, 更是皇室不能言说的新秘丑闻, 透露皇室的隐秘丑闻。 原来金墨玉饱受复兴之苦的真正原因 使他还有一个包姐, 这位包姐就是肃亲王善奇的第14个女儿, 满文名叫爱心觉罗显渝, 她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日本名, 川岛芳子。 爱心觉罗显渝作为父亲复辟大清的工具, 一生实在是可耻、可恨又可悲。 1912年, 善奇为了与日本勾结, 亲手把自己的女儿爱心觉罗显渝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 并正式改名为川岛芳子。 六岁的川岛芳子从小没有父母关爱, 不允许儿女情长, 反而在日本被当作特务豢养, 接受十分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 甚至还有军事、 情报等多方面的训练。 幼年数不尽的严苛和军事化教育, 在扭曲川岛芳子心灵的同时, 也日复一日雕琢着她逐渐娇媚的容貌。 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噩梦向川岛芳子悄然袭来。 1924年, 川岛芳子正值17岁青春年华, 却被养父川岛浪速连夜强暴, 提前结束了她的少女生涯, 也正是这件事扭曲了她的人格, 让一位本该如花似玉的格格今后此生一直减难时分头, 穿军装, 与自己的女性身份彻底诀别。 1927年, 川岛芳子回到中国, 改名金碧辉。 她化身日本间谍, 把少女时代的畸形压抑叛变到两国交战当中, 川岛芳子外交手腕强悍, 利用自己雌雄莫变的美貌, 在各种社交场合上男女通吃。 她为了秘密暗杀张作霖, 以前亲格格的身份接近张学良身边的郑姓副官。 郑副官是一个战场上厮杀的粗人, 哪里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 而且还是个身份高贵的格格。 她立即被川岛芳子迷得神魂颠倒, 还主动交出了张作霖退回关外的列车时刻表。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 黄姑屯一声巨响,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魂归西天。 一时间风透无良的川岛芳子, 之后又做了三件更加让日本人嘖嘖称赞的事。 第一, 川岛芳子通过自己出色的外貌, 征服了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官, 摸清了张学良所有家底。 也正是因为川岛芳子的秘密情报, 1931年爆发了918事变, 东北地区正式沦陷。 第二, 川岛芳子以南庄色又溥仪的皇后婉容, 哄骗婉容躺进棺材里, 然后偷偷运出天津, 促成为满洲国的帝后团圆。 第三, 川岛芳子与田中吉隆一手策划日本僧人案件, 挑起日本和尚与上海三有实业社工人的冲突, 激化事态, 一手引爆上海128松户抗战。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 川岛芳子又来到了天津, 开了一家饭店东兴楼, 在当时明造一时。 这家饭店表面上看是为了躲避战事, 实际上是日军在中国最大的情报收集处。 川岛芳子也充分发挥了女性的外交手段, 在东兴楼里与三教九流周旋, 套取各个军阀党派的情报, 始终为日本人卖命。 川岛芳子手上沾满了国人的鲜血, 被国人骂成东方女魔, 男装女蝶, 却被日本将军称赞为 可以抵挡一整个装甲师团的精锐特工。 1948年, 41岁的川岛芳子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终于结束了一女间谍可悲的一生。 原来, 金墨玉就是川岛芳子的亲妹妹, 金墨玉之所以到临终前才说出这个秘密, 也算是为姐姐的滔天罪行赎罪。 2014年, 金墨玉在北京因心脏病逝时, 享年95岁。 小杰, 金墨玉作为满清末代的格格, 既是隐姓埋名, 一生都笼罩在没落皇室的阴影之下。 但是金墨玉并没有像姐姐穿倒方子那样走向毁灭之路, 而是凭借自己豁达洒脱的精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les陈丝丝丝丝丝 sobre角色